名人宗洪西年间 太原城北百余里有个平安镇 平安镇很久以前 只是一个依靠打猎维持生计的小镇子 后来因为镇子里的一对好兄弟 这才从一个破落的小镇子 一跃成为比肩州府的附属之地 平安镇原先是一个坐落在东陵山脚下的小村子 因为这里的大多数人都依靠打猎维生 这才慢慢聚成了一个小小的村子 相传很久以前 曾有人在东陵山得到飞升 于是东陵山也成了远近闻名的仙山 各种奇珍异草 飞禽走兽更是数不胜数 这才在山脚下聚集了一批又一批的猎户 其中就有一家姓黄的老猎户 黄老头是一个老实憨厚的大好人 虽然自己的日子过得也不富裕 但还是会时常接济一下 日子快过不下去的乡亲们 黄老头慢慢就变成了猎户心中的化石人 时常帮着解决一下乡亲们的矛盾 可惜黄老头如今已经快年过半百了 西夏却没有一子一女 眼看着半截身子就要入土了 黄老头什么办法都是过勒 完全没有效果 没办法只能干着急啊 可能是善有善报 在黄老头五十岁这年 妻子王室的肚子总算是有了动静 老来的子最是有福气 这个把老黄给忙坏了 里里外外 前前后后 恨不得自己有个三头六臂 才能把夫人照顾好 眼看着就快到了临盆的日子 可黄老头却再也笑不出来了 虽然自己的孩子即将出生 确实是一件好事 按理说应该高兴才是 但是老黄和妻子相守半生 靠着一路扶持才能够走到现在 如今妻子王室年岁已高 不知道能不能过得了这道鬼门关啊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老黄头宁愿不要孩子 简简单单地和夫人厮守一生 也未尝不可 黄大哥 黄大哥 这是我刚刚从山上打下来的野山鸡 最是滋补 眼看嫂子就快生了 最需要这种大补之物 快拿过去给嫂子熬汤喝 临生来了 那我就替你们嫂嫂先谢过了 说来也惭愧啊 自从老婆子怀孕之后 你们几个就时不时地拿着各种好东西来 这让我情何以堪啊 黄大哥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想当年要不是你和嫂嫂 我们几个还有今天的活路吗 别说是嫂子有孕在身了 就算是无事 你俩也大可在家中安养 以后我们四个养着你们就是 说话的青壮小伙子叫做林生 十多年前 林生和几个年龄相仿的孩子 因为家乡遭了旱灾 一路颠沛流离 流落到东陵山下 那时候正值寒冬腊月 几个小孩子一不避体地 躲在东陵山脚下的一座寺庙里 恰巧上山打猎回来的黄老头 看见他们几个 直接将身上的狐球和吃食 全都给了他们几个 还把他们几个都带回了家 妻子王室对这几个丈夫 带回来的小孩子 更是疼爱有家 虽然家里本就没有多少积蓄 但还是三天两头的 就给几个孩子开开婚 过完了这个冬天之后 黄老头更是将自己 多年的打猎本领都倾囊相授 这才让几个十几岁的孩子 有了谋生的行当 我们几个无父无母 若不是当年承蒙凶嫂的恩情 恐怕早就是冰天雪地的几具冰雕了 若是一点都不知道暴达的话 那和山林间的野兽有什么区别 黄大哥 你就只管安心照顾嫂嫂 其他什么事情都可以交给我们几个 另一个同行的小伙子 眼眶里泪水正打着转 忙着说道 说话只见 突然一个虚影从几人的脚下修 被一声 就直直地冲进屋子里去了 等几人反应过来之后 立马涌进屋子里 生怕是什么东西 惊扰了屋内的王室 看把你们几个给急的 只不过是一只黄鼠狼而已 床上的王室看着黄老头几个 一个一个的手忙脚乱的样子 不禁笑出了声 而此时那只黄鼠狼 正站在王室的被子上 眼镜直勾勾地盯着几人 然后一溜烟又跑出去了 几个人还没反应过来 是怎么回事呢 年龄最大的林生开口了 黄大哥 嫂子 黄大仙进屋了 我听人说黄大仙进屋是大大的急躁 这下非但不用担心嫂子的身体 黄家以后估计是要出个什么了不得的人物 或许林生也不知道 几十年后的某一天 还真被他给说中了 这些都是后话了 我们稍后再聊 生了 生了 恭喜恭喜啊 是个双胞胎 恭喜恭喜啊 我老婆子怎么样了 内子的身体如何 还未看过产婆手中的孩子 老黄头就着急询问妻子的情况 等听到产婆说母子平安的时候 这才开始端向其手中的孩子来 一时间满脸扬溢起幸福的微笑 可惜好景不长 等到两个孩子刚满十岁的时候 王氏还是先一步离开了丈夫和两个心爱的孩子 志平 志安 你兄弟二人要牢记 你母亲当年不顾安危 也要生下你们兄弟 你二人这一生定要守望相助 手足同心 无论是为了什么事 都不能闹到兄弟戏强 貌合神力的地步 此时的老黄头 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了 妻子的离世根是让他悲痛与穷 感觉到自己也快命不久矣 这才想再嘱咐一下两个孩子 黄志平 黄志安 正是当年产下的一对双胞胎 志向远大 是黄老头对兄弟二人的期望 黄志平先出生一刻钟 自然就是哥哥 随了父亲的性格 黄志平自幼变老实憨厚 上山打猎是一把好手 但是一读书就犯魂 总想睡觉 而弟弟黄志安恰巧相反 拉弓射箭是一窍不通 但是酷爱读书 不到十岁就能认得书里的大部分文字 起初老黄头对两个孩子都略有遗憾 但后来想想一文一武 也实在妙得很 这才宽下心来 黄老头走的那天 恰巧也是哀哀白雪 林生带着兄弟四个陪着志平自安 送走了一身凄惨的黄老头 冰雪消融 一切都好像没发生过一样 时令就又到了清明 你们兄弟俩 这是也准备上山去了吗 记得帮我给你父母多上一炷香 告诉他们我们几个想他们了 东灵山在蒙蒙细雨的缭绕中 显得格外神秘 看着志平自安兄弟俩 从自己门前路过 林生悲从心来 又想起了几十年前的往事 如今黄大哥和嫂嫂已经走了 因此他们几个对这兄弟俩格外照顾 好 林大叔 我一定带到 那我们兄弟俩就先走了 此时的俩兄弟已经年紧若冠 也到了该娶亲的年纪 但是自从黄老头因思念亡妻过度 撒手人寰之后 家里的重担 基本就压在了老大黄志安的身上 弟弟黄志平一心钻在书本中 别的是傻也不会 虽说黄志安打猎的本事 确实得到了父亲的真传 但是十几年来的围猎 现在东灵山上的野兽 是少之又少 为此为了兄弟两人的生活 黄志安还自学了木匠这门手艺 每天出了山上打猎之外 还会给别人修补一下器具 凭借着精湛的木匠手艺 兄弟俩的生活倒也说得过去 平安镇翻过东灵山就是朴泰县 县里有个姓柳的大户 柳家是是棺木生意的 十里八乡但凡有人故去 都会到这里来订一副尚好的棺木 黄志安无事的时候 也会来棺材铺帮忙打打下手 柳家有一个女儿 名叫柳月如 生得一双丹凤眼 水蛇腰 可已经到了25岁的年纪了 也没有一个媒婆上门提亲的 按理来说 柳家在当地也算得上大户人家 就这么一个独女 再怎样也不至于没人愿意娶啊 传言柳月如带字归众的原因 主要有两个 第一就是因为柳家做的死人的生意 虽说死者为大 但是多多少少有些晦气 娶一个这样的女人回家 恐怕会有损自己家的气韵 更怕折了自己的羊兽 其二就是传言柳月如18岁的时候 就和自家的下人私相授受 破了身子 最终这个下人被打得半死丢出府去 自那之后柳月如就整日在府里 跳些个艳俗的舞蹈 纵情酒色 是个水性洋花的角色 虽说是谣言 但是无风不起浪 也没有人敢拿自己孩子的一辈子去赌 就这样 从无一人敢去柳家提亲 柳父也知道自己女儿是个什么货色 一般人家他也不好意思开这个嘴 可是从他第一眼看到黄志安的时候 就有了个心思 能到自己的棺材铺帮忙 说明是个不在乎那些个牛鬼蛇神的说法 而且家中父母双亡 只有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弟弟 要是自己以重力引诱 不怕黄志平不答应 虽说自己的女儿名声不好 但终究是自己生养的 也不想让人磕带去了 于是黄志平发现 每一次自己去棺材铺帮工的时候 刘老爷都会坐在一旁看着自己 啥也不知道的黄志平 只以为是刘老爷不放心 这才过来盯着自己的 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 刘老爷对黄志平这个年轻人满意极了 为人憨厚老实 待人有礼 除了有点木讷之外 没什么缺点 当即就和自己的夫人商量 准备将自己的女儿下嫁给黄志平 虽然不想自己的女儿 嫁到穷苦人家去 但只要自己多多照顾一下 也不用吃什么苦 治安啊 想必你也知道 我有一个女儿戴自归中 与你年纪相仿 这段时间 我看你为人做事 成熟稳重 也不在乎那些风言风语 我打算将月如许配给你 你觉得如何 虽说黄志平生来木讷 不懂情爱 但是什么叫做名声不好 他也是知道的 黄家虽算不上什么大户人家 但是自幼父母便教导 何事可为 何事不可为 不风捉影的事情不能信 但也不能不信 于是张口便要拒绝 也不着急回答 你回去好好考虑考虑 我知道你和你弟弟 从小相依为命 你弟弟自幼体弱多病 全靠你一人照顾 要是月如过去了 自然不会苛待治安的 听到这番话 倒是打消了黄志平的一些顾虑 但是他还是没有急着回答 而是迟疑之后 承蒙刘老爷抬爱 虽说自己父母早亡 但成亲是大事 还容我回去和弟弟商量一下 然后再来回复 晚上回到家之后 治安已经准备好了饭菜 虽然黄治安什么都不会 但还是跟着林生大娘 学了几道简单的家常菜 这样哥哥回来的时候 至少还有点热菜热饭吃 兄长 我打算明年进京赶考 我对自己有信心 此番进京 必定为我们皇家 挣一番前途回来 光要我们皇家门妹 真的吗 如此甚好 安弟 你只管用功学习 其他的都不用担心 哥哥我什么本事没有 只有一身的力气 这辈子是没什么希望了 如若你能踏上仕途 也算是光宗耀祖了 兄弟俩躺在同一张床上 聊了一晚上 自从长大之后 怕耽误弟弟学习 俩兄弟就没再 在同一张床上睡过 如今偶尔一次 还是儿时熟悉的感觉 第二天 天蒙蒙亮 黄治安又准备去棺材铺帮忙 他已经下定决心 要迎娶柳家女儿了 一是他了解自己弟弟的脾性 倘若弟弟之身负精 必定时时担心 自己在家一人是否安好 另一个就是自己确实也到了该成亲的年纪 家里条件本来就不好 想有一门亲事本就困难得很 如今眼看着一门亲事送上门来 万没有拒绝的道理 日上三竿 黄治平已经走到了半山腰的位置 看着眼前的绵绵群峰 想着弟弟高中后的场景 心情大好的黄治平 的大叫了一声 没想到还有人回话 有人吗 是有人在上面吗 能听得到吗 一道娇柔的声音 从路的那一边传了过来 黄治平立刻跑了过去 才发现一个瘦弱的女子 正坐在猎人挖好的深坑里 哀嚎着 姑娘 你还好吗 我这就拉你上来 你别急 黄治平赶忙取下身上的绳子 将姑娘从坑里给拉了上来 好在也没有什么严重的伤处 只是脚崴了 只见黄治平拖着姑娘的脚 趁其不注意 咔 的一声 就治好的姑娘受伤的脚踝 寒暄之下 黄治平才知道姑娘是山间猎户的女儿 一不小心才中了别的猎户的圈套 告别姑娘之后 黄治平继续赶路 到了棺材铺之后 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刘老爷 刘老爷满心欢喜 拉着黄治平 一口一个贤婿 贤婿地叫着 活也不干了 两个人就开始大碗喝酒 大口吃肉 等到新婚前的头一天晚上 黄治平才将自己要成亲的消息告诉弟弟 果然如他所料 一听到自己要成亲的消息 黄治安就说这样自己上京赶考 就不用再担心自己一个人是否安好了 黄治平看着好像比自己要成亲还高兴的弟弟 思绪又飞到了小时候 父母还在身边的场景 渐渐的眼泪就润湿了眼眶 第二天 张灯结彩 锣鼓喧天 鞭炮齐鸣 整个平安镇的所有乡亲 全都来参加了黄治平的婚礼 整个过程中 最开心的就是黄治安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新郎官是弟弟黄治安 而不是哥哥黄治平呢 父母走后 哥哥一直是自己最爱的人 如今哥哥成亲 黄治安自然是高兴得很 这也是二十几年来 他第二次喝醉 第一次是在父亲走的那个晚上 兄弟两人坐在空荡荡的房子里 边哭边喝 三四天 结婚之后 柳月如的脾性就慢慢暴露了出来 非但什么事都不敢 还开始在丈夫的耳边嚼舌根子 说弟弟黄治安什么事也不干 只会吃白饭 让丈夫早点和弟弟分家之类的各种话 起初张志平也不理睬 只当是妇人家每天找不到试作 就喜欢说些有的没的 而且柳月如多多少少 也算是个富家小姐 脾气古怪了些也算是正常 并没有和他过多的计较 可有一次他忙完回家的时候 竟然看见柳月如站在门口 鲜鲜细致 指着弟弟黄治安破口大骂 黄治平见状之后 直接给了柳月如一巴掌 要知道弟弟就是自己的命 除了父母 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辱骂 而且还骂得这么难听 了解过事情之后 才知道是弟弟给柳月如倒茶的时候 不小心烫伤了柳月如的手 于是柳月如便把黄治安拉到门前 大声训斥了起来 喜仙还只是训斥 等到瞅见黄治平回来之后 就开始大声辱骂 为的就是激怒黄治平 好让父亲退了这门婚事 事情很快就传到了刘老爷的耳朵里 但他没有责怪黄治平 而是严厉苛责了自己的女儿 也不曾经被忍受了